如果你做交易啊,大概都听过这句话 就是说,在大家贪婪的时候你出产 在大家恐惧的时候你入产 具体要怎么操作 后面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这一张交易图 你这个时候应该是做多还是做空呢? 如果你只看这张图啊 我想绝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这是做多的机会 这就是典型的 在大家贪婪的时候你出产 也就是做空的机会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做空呢? 这就是交易中违反人性的地方啊 市场总是出其不一 在你信心满满的时候给你严重的打击 这个理论啊,我三言两语也不可能跟你解释清楚 这就是为什么我让我儿子自己做交易 从中体会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你有看过我的视频啊 你就会知道 大三啊,常常说我讲的东西他无法体会 只有他自己经历了 那么他才能真正理解 有一个视频啊 介绍大三明明知道了这一个原理 但是啊,在教育中 由于情绪的作用 也让他无法认真执行自己制定的教育计划 我的教育系统非常简单 然而啊,要好好执行 就关系到情绪的因素了 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啊 就是因为我们有情绪 而情绪在交易中的作用啊 是不可低估的 好了,介绍了 交易系统必须简单 而我们人类的情绪啊 又非常复杂 那么回到这一张图 我说做空到底准确不准确呢 如果不准确那又怎么办呢 现在啊,市场还没跑出来 请关注我 当市场跑出来之后 我会再做一个视频 跟大家讲讲各种的原因